哈喽大家好,我是架子姐姐 听说有这么一种神奇粉 加点清水呢,就能变成棉花泥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见证它的奇迹吧 首先要把神奇粉倒入空容器中 然后加入热水,不需要太多 刚好能没过神奇粉就行 接下来用勺子搅拌 如果觉得白色不够好看 可以调成自己喜欢的颜色 心里默念时下 哇,一份史莱姆就变出来了 虽然现在成型了 但是还有很多不均匀的颗粒 我们可以用手拉伸一小会儿 史莱姆的质感呢,就能变得很光滑 玩起来也不会粘手 它的柔软程度简直是爆表 嗯,这个手感更像是棉花泥 搓起来的声音也很好听 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这款史莱姆神奇粉是我自制的哦 那今天你们就猜猜我用的是什么材料 自制神奇粉的教程将在下期揭秘 想学的宝宝一定不能错过哦 期待明天的教程吧